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就是开始变了 我们这个资本配置线 从现在开始 我就不叫均衡的时候资本配置线 我就给它叫 A就不是一般的风险资产组合了 我就变成M就市场组合了 是吧 是不是 均衡的时候T就是等于什么 切点组合就是M市场组合 是不是 切点组合就是市场组合 那这条线我就管它叫CML 可以吧 叫资本市场线 这条线就变成CML 就是资本市场线了 是不是 资本市场线 那么资本市场线 大家知道这个在时间中也很有意义 也很有意义 大家知道 你比如说你投资的时候 第一个 我完全可以采取被动化投资 市场组合 是市场中所有政策组合 是不是 什么是市场 那你比如说有个基金 它跟中复制市场 就指数基金可以吧 我买指数基金 就作为市场组合的代表 是吧 我可以买多买少 是不是 剩下的钱 我以负风险力 存在银行 是不是 这条线我就完全是被动的了 不需要你主动的求切点 那个政策组合了 是不是 这是完全被动投资了 这个事 这个事 好了 所以说这个CPM 就是市场组合 是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 均衡的时候 这个风险资产 切点这个风险组合 也叫风险基金 就是什么 均衡的切点 就是市场组合 市场组合 因为我们刚才不干分析的 就拿ABC三种政策 实际可能比这多 是吧 但是 这种调整的逻辑是存在 我们只是把这问题说清楚 指数基金 也就是投资 那么比如说我做指数基金 不是被动投资吗 作为市场组合的代表 是吧 市场组合的代表 另外一个就是说 最切点的资产组合 就是市场组合 是不是 那点是不是最优的 风险资产组合 是不是 那言外之意 我们均衡 从长远 均衡不是个过程 是个长远的过程 是吧 那人们能 它是最优的风险资产组合 人们很难战争市场 是不是 它就是最优的了 你其他策略 有可能就不是最优的是吧 这是指数基金 它存在 指数基金的原理大家就是什么 均衡的时候 市场组合就最优的风险组合 那指数基金我跟踪 扶持市场 就买这些它的权重股 然后权重股 也跟着 即时再调整 是不是啊 那它是有依据的 有依据的 均衡的时候 市场组合 是最优的风险组合 指数基金不跟踪 扶持市场吗 是不是啊 那指数基金是有理论依据的 这个就告诉你 从长期哈 我们任何策略都很难战争市场 这也有它的逻辑 是不是啊 也有它的逻辑 这是 好 这条线再看一下 大家刚才看一下 刚才线就变成 不就CL 就变成 切点就变成M了 是吧 切点风险资产组合 就市场组合了 就变成CML 就正说 叫资本市场线啊 资本市场线 大家知道 它是一条 射线是吧 射线大家知道 射线大家看一下 那么横轴 是表示资产组合的风险 纵轴表示资产组合的 预期收益 是不是啊 预期收益 上面任何一点 投资者都可以 作为一个资本配置 一种方案 是吧 资本配置方案 不管你怎么配置 你持有都是市场组合 是不是啊 这是均衡的 我们继续开始讲啊 就是讲CPM 刚开始讲CPM 大家知道 均衡的时候 这个切点 就变成市场组合了 就变成 这条资本配置线 就变成 资本市场线了 是不是啊 资本市场线了 那么整个这个线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方程 大家知道 方程看一眼 这是这条 以RF出发 是吧 结局是RF 然后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资产组 市场 这个就是P 这个是不是 就是一般的 风险资产组合了 变成市场组合了 是吧 M这点 就是市场组合 是吧 它的预期收益键 叫RF 再比上它 这个指标叫什么 下幅比率 是吧 然后再乘一个 习个马P是吧 然后这个 整个这一个 大家就是单位风险 获得的市场组合 带来的风险一架 是吧 单位风险获得的风险一架 市场组合的风险一架 这是整个 就是资本配置线 资本配置线的方程 我们要求会写啊 要求同学们会写 资本配置线的方程 必须会写 就是均衡的时候 就变成资本市场线 它的方程要知道 方程要知道 它协率是多少 好了 那么这个大家 你看的拮据 拮据项就是RF是吧 RF是我投资的 风险资产组合 大家看啊 风险资产组合 投资最低的要求 应该是什么 RF是吧 这资金的时间价值 是不是啊 时间价值 然后这个是单位风险的 获得风险一架 然后你有这么多风险 应该有多少风险一架 是不是啊 习格玛P 乘单位风险的风险一架 然后你再乘以这个啊 乘以单位风险的风险一架 就是说 我承担这么多风险 应该给我 就是提供多少风险一架 提供多少风险一架 这个同学们就知道一下 刚才说了这条线 大家知道 是我这里头 这条线 刚才画出来啊 完全变成一条直线了 实际那M那点实际是均衡的 和什么相切啊 和风险资产组合相切 是吧 就是它M代替T 代替那个切点资产组合了 就是在现实的金融投资里头 任何资产组合 它不可能超越CML这条线 是不是啊 你这个CML的线大家知道啊 任何一条线 这是你想一下 这还有一条风险资产组合切线 是吧 就是那个它的边界 它俩想切 这是一条有效资产组合 是吧 是不是有效资产组合 在给定的风险下 它的收益最大 是吧 是不是啊 在给定风险下 它的收益最大 是不是啊 你现实中你任何投资 任何投资 你持有单个资产是投资吧 你持有 你持有一些 也不一定全部是市场组合啊 你构建某种风险资产组合 它也应该也有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 是吧 但是你都很难超越它 他说现实中 任何资产组合都不可能超越CML 这个我们要知道 它是来龙去脉就知道了 是吧 它是在那个风险资产组合 它的有效边界得到的 是吧 然后你再和相企均衡点 就是 就CML 就CML 是啊 那个是 对于单个金融资产来说 同学们看一下 就是说 并不是最优的资产组合 如果说 这个你单个你投资的时候 你就买一个很小的资产 或者买个单个资产 你这种资产组合 不一定是最优是吧 不一定最优就是说 你肯定落在这个 刚才CML 这个线上是线下 线下 是吧 落在它的下方 这个是要求我们同学们要知道一下 这个线下 Yuk 我可以看到